我在云端上还有放蛮多延伸性的练习题 你可以在其他补充范例里面 当然如果你自己有时间的话 我这边有介绍有一本就是这一本 目前好像畅销书排行榜还蛮前面的 叫什么Excel职场的468招 我觉得这本书编的还不错 题目非常的多468 其中的话寻找与参照 或者文字函数 这个都跟我们上课有关系的 比如说通讯录丹蓝转三蓝 这也是常常遇到的 如果说你刚刚的那个问题 你都做了出来的话 我想这些问题你也应该不会有问题 应该也没有问题 没什么问题 在他的第六个章节寻找与参照 他的范例就更多 我是截取 比如说像合并 像是什么 像什么合并人事资料 人事资料 比如说单蓝要把它分蓝 它好像要分成三蓝还是四蓝 反正因为人事资料里面呢 它是全部放在一起 那我希望把它分出去 怎么做 其实这个观念差不了多少 所以如果你可以 综合应用这些东西的话 很快就可以做出你要的效果出来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自己不妨看一下 有一些我也把那个最后做完的参考画面也放在上面 另外那个书里面没有讲到VBA 不过刚好我上课我觉得VBA好像不可不可扫 所以我还是会自己把那个VBA部分给加上去给各位参考 所以这部分的话提供给各位 就是这本书 那这边有个目录 我把那个目录把它扫在这边 各位可以参考 因为它这里面的话 几乎所有那个函数它都已经包含了 OK 所以从1到4 里面的话到底做哪些 用了哪一个函数为主 然后做什么事情都有 OK 我把它当了一个参考书 也许之后的上课会再增加那个在这里面的范例进来 因为每一期上课我都会希望说上课内容会有一些更新的 不是每一期都一样 就是每一期也许都有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每一期也许就把它改一些范例 当然原理原则都一样 就是如何第一个进阶使用函数 第二个再从函数进阶到VBA 这个观念都没有改变的 然后再利用VBA去处理大量的资料 也许大数据也许资料库 大概这观念都是连贯的 OK 那刚刚的部分的话 也许如果刚刚同学我有讲到 那如果你要把那个单栏再多栏再转单栏的VBA写出来的话 其实也没有问题 而且只要我讲过了 如果你会写Indirect 你就可以把它改成那个VBA了 做法几乎一模一样 我刚刚其实只是复制贴过去而已 改一下马上就OK了 不过当然这里面的话 因为我熟悉度够了 所以可以很快改出来 但如果你熟悉度不够的话 我可以跟你讲诀窍在哪里 OK 那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个 我把这个按钮按下去给各位看一下 它自动怎么样 帮我把资料全部放过来了 然后呢 这边有个所谓的清除 清除有没有 一样嘛 那按下去之后呢 它到底要做什么 基本上 一样嘛 观念上 反正就是跑一个回圈 那这个回圈的话 指的就是说 你现在要输出的 这个储存格的位置在哪里 所以我一定是for i 等于1到也许27 然后呢 输出到sales的i列的i栏 里面先后面等于什么 等于range range部分的话呢 就是我们刚刚in the range 一样的概念 所以我刚刚的改法是这样 第一个就是先插入一个 在这边插入一个这个程序 程序名称的话呢 叫做多栏转单栏 按确定 然后呢 for i 等于1到27 然后输出的话写在前面 这个我想都可以把它当公式了 然后后面的部分的话就range range部分呢 我讲过了 它的观念呢 跟那个in the range差不多 所以我刚刚只有做一件事 就是把刚刚做好的这个in the range的公式 直接整个怎么样 不方法等号把它ctrl c取消一下 贴到哪里呢 贴到那个我们的vba里面的range后面 假设了我这边range 我先打个range 那因为呢 我indirect 我是把它取代 用range取代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indirect delete掉 但是毕竟呢 ecell的函数跟vba是没有办法100%match 所以你要看懂哪边不一样 你就把哪一边改掉就可以了 第一个的话 我们从左边看过去好了 第一个当然in the range把它删了嘛 第二个的话 chAR在vba里面 它没有这个函数